香港鐵板神掃 後天童話 進入九運 鐘櫚抬頭 各位姊妹 你們準備好了嗎 一到2024年 就進入另一個掛像 我們叫做離掛 這個離掛就是代表鐘櫚 鐘櫚都有分別 這個離掛不是說 所有鐘櫚都會加分 只有一種女性 會加分的就是 一定要外強 內柔的那種女性 性格 做事的風格 甚至乎 外表都是的 都要被人覺得 剛強一點的女性是好一點的 如果你經常都被人覺得 外表柔弱一點的話 反而這個未來 20年的離掛對你 沒有什麼幫助 有什麼行業 對鐘櫚有幫助呢 一定是關於漂亮的東西 因為離掛是代表漂亮的 美容事業又好一點的 所有關於女性行業 再加上政治政權那方面 都會對女性有幫助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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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